大家好 欢迎大家观看今天的节目 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多 越来越早的患各种各样的病 按理来说 现在的我们对健康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好 养生方式更是数不胜数 再加上各种高科技 什么量子治疗 人工智能 核磁共振之类的等等 疾病应该越来越好对付才对 可为什么病却越来越多 病人也越来越多了呢 而且很多人 要钱有钱 要背景有背景 完全可以吃世界上最贵的药 请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住世界上最贵的病床 可是为什么依然治不好自己的病呢 有时想想我们真的很可悲 我们熬着最深的夜 扛着最大的压力 面对着最复杂的环境 但不知道哪一天 大病的厄运就降临了 让我们束手无策 虽然我们上至天文 下至地理 我们可以抵达太空和月球 但是却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 手无寸铁 只能坐以待毙 现代文明难道是一种变相的枷锁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 现在的病已经不再单纯只是我们的身体运转出了问题 而是心理状态 社会运转等其他方面共同所导致的结果 已经是深层次的问题了 这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例子 一个人为什么会得胃溃疡 是因为胃内的地方没有新鲜血液 新鲜血液可以说是最好的修复工具 里面含有抗体 吞噬细胞 营养等等 可是为什么胃里会没有新鲜血液的流入呢 对此问题 皇帝内经理是这么说的 怒气伤肝 一个人要是经常发怒抱怨 肝内就会慢慢的积累灼气 我们都知道肝胆相连 肝脏的浊气传给胆 再进一步就会传到胃里 于是胃里的浊气变得越来越多 就会把正常的血流都给堵住了 从而导致新鲜血液无法快速顺利地流动 于是人就会感染细菌病毒 很多生病往往就是因心病而起 看完了《皇帝内经》中的解释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的科学成果 2007年国内引进了美国的一本畅销书 叫《病由新生》 这本书的作者是个内科医生 他根据自己几十年的行医经验 总结出了一个规律 一个人将近80%的病 其实都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的 而仅仅只有20%左右的病 是因为细菌感染等外来因素所导致 对此 有人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 把一只猴子吊起来并不时给予电刺激 是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情绪中 不久后 猴子便得了胃溃疡 在采用纤维胃镜 X光 脑电图及生化对胃病的病理机制 进行研究后发现 胃病的发生其实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或抑制 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密切相关 再看我们东方的智慧 正如皇帝内经所言 怒伤肝 洗伤心 撕伤皮 忧伤肺 恐伤肾 一切其实都是内心出了问题 我们的每一个心情 每一个念头 都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身体状态 日积月累再通过外在的器官表现出来 最终形成了病症 所以 修心和治病应该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修心 即便服用了灵丹穷姜 也无法做到年年益寿 秦始皇权力够大了吧 但他发动了全国的力量 也找不到灵丹妙药 因为真正的灵丹妙药就在他心里 但是他看不到 因为他被高高在上的权力 蒙蔽了双眼 同样的道理 现代人也是如此 都被浮躁的环境蒙蔽了双眼 我们总是在外求 就是不肯内求 于是心神不安 心情造极 欲望产生 长恨绵绵 这才是我们生病的最根源 那么心病要怎么医呢 心病还需用心药 但在用药之前 有几大机会 我们需要十分注意 心的第一大机会是 乱 心乱了 一切都会失常 心平则气和 气和则血顺 血顺则精气足 精气足则神旺 人活着就讲究一个精气神 这时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就会变得非常顽强 这不叫违心主义 这叫士气 就好比两军打仗 士气旺盛的一边 一定会赢 其实无论是打仗 还是做销售 还是创业等等 人都必须有一种昂扬的状态 唯有如此 才能克服困难 战胜困难 故治病 当以射心为主 不过 有的人内心太脆弱 比如忽然知道 自己得了重病或癌症 瞬间内心就坍塌了 这就麻烦了 人在生命的时候 一定不要有怨恨心 抱怨上天不公 抱怨命运坎坷 只要内心能安定 坦然处之 那么接下来的 都将是小问题 所以为什么那些 参透大道的人 身体都非常健康 因为他们精通 世界万物的运转逻辑 明白苦难 是人生的一部分 明白起伏才是人生的常态 所以当他们面对挫折的时候 并不会抱怨 而是会选择 坦然面对 万事万物都有规律 任何事物都要经过 生 长 收 藏 四个过程 春种 夏长 秋收 冬藏 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 在乾隆无用的阶段 就应该埋头苦干 该你养情蓄锐时 也别着急出人头地 如果经历突发的苦难 说明前面会有一个更大的收获 人一旦到了这种意识 到了这种境界 那么就很难做到 内心不淡定了 新的第二大机会是 贪 做人千万不要贪图那些 自己还配不上的东西 一个贪子就能让人心神错乱 让人鬼迷心窍 一旦行为乱了套 引起身外的祸乱还是小事 让自己身体的运转也乱了套 这才是大事 此外 人只要贪 必然会透支自己身体 去索求更多东西 贪得无厌的背后 就是透支无度 短时间内 身体的毛病 可能不会显现 但是一旦显现的时候 往往就是击重难散 为什么在中医里 没有癌症这一说法 因为上宫治胃病 下宫治乙病 真正的中医 其实是在传道 他们教会我们 平衡自己的身体 从而不会发生极端的恶果 而癌症就是因为 平时从不调整 自己的身心状态 结果导致积累出了 极端的恶果 然而现在的环境 把所有传统秩序都打乱了 甚至把人引入了魔道 所谓魔道 就是造假 投机 互相坑骗 这些把人们引入 无限的贪欲世界 人间一难杂症 别人会越来越多 新的第三大机会是 恨 先有解不开的恨 才有治不好的病 如果一个人 总把一切问题 归罪于外界 说明他们 从不反省自己的问题 看不到内心的不足 恨别人 恨环境 恨上天不公 恨生不逢时 这种人一定会表现出 愤世激俗的样子 他们的内心是失衡的 表现出来的言语和行为 一定也是失衡的 这种人往往会 一致消沉 郁郁寡欢 抑郁 敏感 长期发展下去 身体情况可向而知 心宽一寸 病退一丈 所以宽恕才是最好的药方 放下吧 只要放下 病者顿欲 你者顿觉 那些没有预解的人 才能活得通透 因为通透是一个人身体 和心力的最健康状态 所以未来社会 一个人要想享受健康 必须要修心 修心比努力和拼搏更为重要 练就一颗如如不动之心 面对各种外界变化 要把无常当有常 让红尘练心 变出一个强大的内心 才是未来一个人最关键的能力 而修心的秘诀 就是一个字 静 静就是要不断提高 自己与自然的共融能力 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比如佛家的禅修 是让自己的大脑 和全部身心细胞 处于高度安静的状态 这个时候 你的大脑就像超导体一样 到家的置须集 守静度 万物并坐 就是教我们用极度安静的状态 去体验事物 循环往复的规律 从而得到 真正的静 无论顺风顺水 还是不套汹涌 心情都是一样的淡定 没有牢骚 没有抱怨 没有妄想 没有执念 身体就很少出现问题 因为他们敞开了心扉 宽恕了别人 把愤怒 焦虑 恐惧都放出去了 所以气血自然通畅无碍 人生最毒买贪嗔痴三毒 这三毒才是身体的大敌 学会修心则百毒不侵 修心和成就 金钱 科技水平都无关 只取决于一个人的觉悟 修心的好处不只是身体健康 更是为了打开我们先天的智慧和能力 养生的最高境界是养心 养心的最高境界则是内心慈悲 慈悲的人有一种兼容 他们能融化万物和谐与共 慈悲的人有一种自律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才有了真正的自由 慈悲的人有一种自信 自信不是给别人看的 自信更不需要被证明 其实无论穷或者富 人越成熟就越容易发现一个道理 恋生最难得的是能够心安理得的生活 穷富不是根本 更不可能是永恒 富人不造福而享福 只是消福 宵尽则穷 穷人能勤俭 即是造福 果输即富 生活就是一场修行 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 人 智 勇 三者全一不可 所谓人就是一种慈悲善良的心态 所谓智就是一种看穿规律的能力 所谓勇就是一种直面生死的勇气 与各位师兄共勉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